饮食之道存乎一心 精挑细选 精准烹饪 这种貌似平淡的食则背后 是老广食得精者深入骨髓的追求 他们化身科学家 随天气时节环境的变化 在物种万千的大自然中寻找最佳配方 在无穷尽的搭配实验里 破亦隐藏的美食密码 撬开蚝壳 轻轻瞬息 舌头触及到柔软多汁的蚝肉 嗖的一下 丰富肥美的蚝肉进入口腔 绵密地宛如一个法式声闻 美国厨师安东尼·博尔顿的这段话 被蚝粉们深深地认同 吃到蚝就像清闻大海那种感觉 把整个海洋吞下去 哇 太棒了 蚝爷陈汉宗用15年时间对蚝进行精细研究 将原本吃法单一的食材发挥到了极致 东方人和西方人都爱蚝 然而在如何吃蚝这个问题上 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中国人看中味道 讲究佐料的调和 蚝爷研究出的蚝门酒市中 最受欢迎的是蜜浸金蚝王 精选六岁大蚝王 让特制的卤水一点一点浸入蚝 再配上特调的酱汁 精蚝的鲜 香 甘 甜 层层浸出 回味无穷 一道金银蒜拾拨蚝王 蒜香四溢 入口难骂 油橘生蚝 放入青椒洋葱 用热油把蚝烫熟 保留了蚝的肥美 西方人吃蚝简单明了 喜欢生吃 有人不喜欢这股生腥味 而蚝这口的 恰恰是被它那种 大海的味道深深吸引 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 一闻到海的味道 感受到大海的自由 宽广 其实海风海水 在某些人闻到 吸到是香味 但是我闻到的 吸到了是香味 扇尾红海湾 是蚝爷的家乡 蚝对海水质量 颇有追求 水质优良 水温严度适中 还要有丰富的 海洋藻类和微生物 它才买账 幼苗期的蚝 被蚝民安顿在 咸淡水交界处 等生长稳定了 才被放到蚝牌里 调养 每年农历九月 到来年三月 正是蚝最肥美的时候 这个蚝羊了 可以先看 这个非常肥美 蚝是靠海水来维持生命的 一打开以后会吐很多水 其实在我们家乡 我们都是叫水菜 我们这里 这个海叶是非常的干净 小的时候都是会来生吃 现在照样可以打开 就可以吃了 生蚝不捞上来之后 有的经过简单处理 新香滑入口中 有的则被用来生晒 靠的是干爽的北风 和柔和的阳光 蚝羊的生晒蚝分两种 一种是风干净蚝 风吹十几个小时 变成淡黄色 它失去了一部分水分 却最好地保留了海水的芬芳 我们会挑这个规格会更大一点 我们是拿来做蜜青蚝 吃起来外面比较软滑 就是有蚝的香味 里面比较甜和脆 另一种是足足晒了十几天的足干精蚝 乳白色的生蚝慢慢渐变为赤金色 紫红色 最后转成紫金色 精蚝周身包裹了一层薄薄的油分 肉质细密坚韧 干香而有弹性 是阳光赐予的金色 实际上这个叫金蚝 就是生晒的 生晒要晒到完全干 重量才剩下两层 蚝是用水煮过再去晒干 它是走着了 它的蚝油已经流失掉了 就是因为煮了蚝水来慢慢收干 金色以后添加一些其他东西 才变为蚝油 这个金蚝新蚝色的 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蚝油的香味 就浓缩在一起 鲜好 风干好 足干好 在蚝爷的手里都得到了各自完美的呈现 煎 焖 炒 蒸 煮 浸 蚝爷把各种形态下的蚝 运用到初神入化 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吃蚝这件事的认识 而蚝爷对美味的这种极致追求 源于童年时代 食物的匮乏 放点五花肉下去 再一点点 这炒一炒 不能那什么 很香 放姜下去 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那种味道 小时候太穷了 我是八兄弟姐妹 吃都没都吃饱 妈妈腌一点 像蚝仔啊 来送西方最好的记忆了 对对对 好 太好吃了 你是不是说这是妈妈的味道 对啊 就是我妈妈爱饭了 做这个 那时候就培养我 现在就这么喜欢吃蚝的 这个口味 并不富裕的家境 再加上潮汕人 本就有着 种地如绣花的精细 造就了蚝爷性格中的 细致 严苛 还有近乎执拗的执着 这份执着 让他对蚝爱得深沉 而痴迷 我们走了十五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超过 一百种吃法 逐步从简单的吃法 做到极致 做到精品 但是我探索发现 里面有太多 太多奥妙的东西 我会把这个过程 还会一直研究下去 还会不断提升